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团 郁芷琳特约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三金牌三金片特约播出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EB市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EB市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著名的华语音乐大师 黄国伦 黄老师 欢迎黄老师 大家喜爱的节目主持人 姚淼 姚老师 欢迎姚老师 爱情导师 涂磊 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来了解一下 今天他们要帮助的 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 我不仅自己健身 我的工作众多是 帮助会员们达到 他们理想的身材 但是我的女朋友 就是特别不能地理解我 最近经常会跑到健康去监视我 一旦我跟女会员有了肢体接触 她就会对我发脾气 对我拳打脚踢 我觉得她对我实在太明软了 她不仅这样 在平时生活中 总觉得我会和异性有一些问题 我真的很无奈 怎么解释她都听不进去 我该怎么办 这个我该怎么办 问得好无奈啊 老师们 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阳二十三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健身教练 有请小阳 有请 女嘉宾小阳二十四岁 同样来自吉林 是一位美容师 来 有请小阳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了 门蓝姑娘干嘛对人家那样啊 老监视她是吗 我没有监视她 她就是监视我 我们在监视房跟会员一对一上车的时候 她就一直顶着我和会员 而且她是一去人做的话 她影响我思维嘛 我就不知道跟会员该说什么该怎么交谈 为什么她去会影响你思维呢 因为她的眼神就是在 好像就检查似的 你紧张是吧 是紧张 就是有点摸不开嘛 你没有什么事 你紧张什么呀 我就是坐在气线那儿看一会儿 看见的时候 她一会儿手碰人肚子碰人腿的 我那也不是碰啊 我那摸她发力点嘛 那我看着心情也不好吧 为啥呀 都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又摸人家肚子 又摸人家屁股 又摸腿的 我那不是摸 我那是摁 我那画了一点 明白了 你说的是工作对吧 对 她觉得你是摸是吧 对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她是那种 气功大师那种 嗨 不粘着 她把钱粘着 隔三打你 就这事儿啊 反正她就打我骂我 无理取闹 上来出来她处理就 她还打你 追爱我 反正挠我 咬我 我全是牙印儿 我无理取闹 那你能会员起皮笑脸呢 我这服务行业 我必须得面对微笑啊 我不能成年老了两个人上课嘛 谁能收了啊 人来是开心的嘛 上班的时候你会员 下班又是会员 嗯 因为我下班的时候 他们肯定会约课呀 用微信说 教练没有时间拿我来上课 前几天就是班上节的时候 他还约会员去酒吧玩 酒吧那是吧 不是我要约的 我们健身房就是组织的活动 领导组织的 说每个教练 领几个手下的会员 去聚一聚 开心开心 玩一玩 开心 那你 你怎么就调女会员 你手里不是有男会员吗 警理还说可以代价券呢 你怎么没告诉我呢 我带你去干嘛 酒吧那么论 你去的话再出事 你怕我出事 你是还怕我盯着你啊 酒吧那么论 去哪 不是 他是保护别人的女朋友去了 当保镖的 是吧 酒吧 不然是人家别的教练 都有的都没去 非得他去 就一个没去嘛 那个都四十多岁了 四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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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去酒吧 你爱玩就说你爱玩的 你怎么那么多结婚 都结婚了 不然我们都没结婚嘛 打击事骗子 抽到痛处 这四十多岁是怎么样的 不能去酒吧 不能去酒吧 对 这就是 就是我们就是属于 在家躺着就可以 我们就躺着吧 总是说我挑你的菜 我也不知道 姑娘你们不用弄情绪啊 你就 你就给我们说事实就行了 他除了去酒吧陪女会员 还有私底下 跟女会员出去吗 他没处于我 但是他告诉过我 要是有会员约他的话 他必须得去 不是他去干嘛去 吃饭 喝茶 看电影 约会 吃饭 吃饭他都告诉你 他说他必须得去 我没陪女人吃饭呢 没陪啊 他说他要是有 要是有约他的话 他必须得去 他都这么告诉我 去没去啊 没去 那有没有人约你啊 我都推了 我说忙 没时间 挺好的 你看他已经拒绝了 你为什么要推 为什么 因为我一天工作十多小时 我一个小时在训练 剩七二十多时间 多时在上课 真的没有时间 他要是有时间 他肯定会去 哎呀 那 我的天呐 原来你是靠想象活着的是吗 就是在你的想象里 其实他不是爱你的 他爱的是其他 就是他去也不行 不去也不行 对 好焦虑啊 你女朋友就这样吗 他总是无理取闹 就有一回吧 我俩在公交车上 那时候我是叫动轮单车 我那天在行的动作嘛 我只坐他就嗷一声 整个公交车人全瞅我 从前面到后面 从老到少子全瞅我 当时脸痛哭痛哭的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他又说我丑人女的了 就是在公交车那时候 他一个女生穿着丝袜上来的 然后他以前 我就以前他以前跟我说过 他说我穿丝袜好看 我就感觉他好像是 就是就是喜欢每个女生穿丝袜 都感觉好看吧 然后我就一直在盯着他看 他看没看 然后等那个女生走到后门 要下车的时候 他还在看 他就一直在盯着人家腿看 然后呢 我说你瞅啥 我就是上大了 熬是不是熬而是你看啥呢 你怎么说呢 我确实没瞅我 我一直是眼睛那方向吗 哎呀姑娘你图什么 你让她看看吧 怎么了 她不喊话都不说 那女生穿丝袜上来的 顺着我 对 那个女生穿丝袜好看 还是她穿丝袜好看 她的 完了 她还是看了 那我知道 那个女生坏了 我跟你说 你回答问题之前 你得想一下 对 你真的没有 我猜猜猜说 哦 对 对啊 姑娘你是不是觉得 她随时会跑啊 没有觉得 那你那么担心干嘛呢 我不是担心 就是举动让我挺生气的 她平常对你好吗 挺好的 挺好不就行了吗 但是偶尔可以上抽风 我们两个一起 就是出去 出去上水上漏洋玩的时候 我就是跟两个女生 都是在一个大气垫的什么 气垫挺高 就是人手根本就摸不到顶 然后那个我就下不来 她把我抱下来了 抱下来了 还有两个女生在上边呢 她就伸手问人家 你们下来嘛 然后我 抱了吗 我把她骂了 然后她把手伸回来了 怎么回事你 我又出于好意 你怕严重吗 总是她好意 行行行行 你是觉得你男朋友 特有魅力对吧 就女生都应该喜欢她 而且她还特别喜欢聊女生 是吧 她是比较喜欢 对人家别的女生有好意 行 但是你没有对别的女生 没有别的想法 那别的女生 万一对你有想法呢 谁能对我有想法啊 在健身房 人家自己 人家女会员自己锻炼呢 她没事凑合去 跟人家嬉笑说话的 我是主动去的嘛 我过去手揉吸血 她问我教练动作怎么做 我只是 怎么就问你 怎么不问别的教练呢 当时就我自己嘛 别教练的 就你来凑合过去吧 行行行 这个我问你啊 你们俩谈恋爱多久了 一年多了 谈过结婚的事吗 见过双方的家长吗 见过了 没谈过结婚的事 都满意吗 对你们 挺满意的 你想嫁给她吗 你说实话 想嫁给她 你想嫁给她 要不然她怎么看得那么紧呢 但是人家没提对不对 没提过 心里舒服吗 不舒服 为什么不提娶人家啊 因为我现在 我们家经济中 不是那么太好 我爸那边生意 资金始终 始终是周晚不开嘛 我现在我上班 也就是为了 就是攒点钱 以后我俩结婚能用得上 这伙子不是挺踏实的吗 就没提是吧 嗯 你心里就不舒服了 你们家人催你结婚吗 我看这个资料上 你还比她大一岁是吧 我家人不催 那你招什么急啊 我不是着急 就是太多问题 让我挺不高兴的 他这个平常会照顾你吗 他也照顾我 你看他一定有好 不然你早跑 他都怎么照顾你啊 什么叫我也照顾你啊 啊啊 你说你怎么照顾的吧 他感冒的时候 他感冒的时候 我是本职是护士 但是我没干这个行业 然后他感冒的时候 我带着体温剂 带着针药什么的去他家 带着大针 因为他熬姜水的 挺好的 做饭做好吃的呢 做好吃的 就是有一天 我从那个外地回来的时候 身体不舒服 然后我也是穿着帽衫回来的 我就下车的时候 跟他没信说 我说我好像感冒了 他居然告诉我 哎呀妈 那你可真厉害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 这叫神恢复啊 哎呀妈 你可真厉害 东北灵校 我说句话 你怎么说呢 那是哎呦妈呀 你真厉害 一是开玩笑 二是一都是 出门来带 我不在身边 我还上那边 为什么不好照顾自己 哦 你带着一个 满嘴的理由 嗯 你当时就伤心了 觉得他不爱你是吧 你除了他感冒 生病给他打针之外 你还对他做过什么好事啊 我忘了 忘了啊 行了 他都这么对待你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啊 因为他平时也对我非常好 哦 他都为你做过些什么呢 像我平时训练了 他如果做一些营养餐 哦 他做饭 对 哎呀真好 做完饭然后还扔了 哎 你倒人家饭干什么呀 他我做的红烧肉 然后他就走了 因为健身房温度比较大 啊 东西放健身房就可能会坏掉 啊 而且肩膀非常稀有 就是满屋都会有那些菜的味道 哦 不然我就以为他不回来呢 嗯 不然我顺便就倒掉了 就是好意义心灵了 但是这个饭你给人了 对 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吃 我都没舍得吃 然后就合机赶紧打车 到健身房 你是用体温物热的红烧肉 结果这小子给倒了 倒了 是吧 嗯 你要干嘛 你今天来要干嘛 我就觉得他再这么下去的话 这么无力取闹的话 我觉得不知道以后能走多远 哦 你不知道会走多 你还想跟他走下去吗 如果他能改的话 我愿意让他走下去 不是你让他改什么呢 让他改什么呢 对 就是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毕老总对我拳打脚踢的 那么多人你就创意打我骂我 闹我一身领子 那你今天来干嘛呢 还要是受不了的话 那就 分手 受不了的话 受不了的话你说吗 我考虑考虑了吧 你啊 真行 好了 一起进入丘比特的影片 你知道我领略这么多年 女生不是用道理来跟我们相处 她是用感受 当她感受受伤的时候 她就会 采取行动 这位女生我问你 你是护士对不对 对 请问你打针只打女生吗 也打男生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还要求他呢 难道你打男生的屁股的时候 没有去碰到男生屁股吗 但是我没有说笑 他很严肃的 不是很严肃的 那如果一个健身教练老师 你是很严肃的 打他男生的屁股 当然是严肃的 他屁股朝着你 你有什么好笑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两个人的工作职业 都会接触到异性 非常正常 所以你要理解他 这是他的工作 但是男生 如果你的女朋友这么建议 有两个方法我建议 你跟他沟通是一件 第二个 你什么 可不可以叫你们的领导 扫牌女生给你 他沟通我 他说女生钱好账 我没这么说 我说女生钱也是钱 我不能不赚 这可是两句话 我来问一下 像他这样的男生 是不是有一种 蛮可靠的感觉 我觉得蛮可爱的 对 我觉得重点来的 你知道他这样型的男生 看起来就老实 可靠 所以基本上 他是蛮受女生欢迎 因为他可靠老实 又可爱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样 如果他要做这个职业 你可能要学会要尊重他 你站在旁边虎视眈眈的 盯着他 瞪着他 他怎么做工作呢 我们异地而处 你在打针的时候 他站在旁边这样 请问你觉得那个针 好不好打呢 好啦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你是一个野蛮女友 你的感情需求很大 你要时时刻刻感觉 他爱你 在乎你 对不对 对 但是你在公众面前 让男人没有面子 这是大忌 我认为他修养很好 很多男人你只要犯一次 这个男人就走了 打野打跑 对呀 聪明的女人在外人面前 给男人面子 好 尊容 这才是真正聪明的女人 最愚昧的女人 就是在外人面前 数落自己的男人 甚至打他 你犯了最大的忌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男人 这么壮还让你打 你不怕他有一天还手吗 所以你知道你错了吧 知道了 OK 男生 我跟你打个商量 你下一次 可不可以稍微 不要跟女生接触 或是说他在的时候 稍微收敛一点 其实放松可能会有肢体接触 不只是放松 肢体接触 OK 但是不要嬉皮笑脸 因为 让他有点安全感就好了 因为放松挺痛苦的一件事 因为疼嘛 因为我吸皮有脸是转移 他转移会员处与力 我才才会那么去做 你是不是希望你工作的时候 他不要来 不是说是不要来 我希望他能理解理解我 或是他来的时候 不要给你脸色 对不对 OK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可爱 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是建议你不妨 不要老去看着他 因为我觉得你看着他也没有用 比如你也不可能 24小时看着他 你也不可能说 五个上班日你每天都去 但你不看着他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不如不要这样 有点这个庸人自扰的感觉 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些 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让你自己的生活 更充实和丰富一点 我觉得你自己的状态也会更好 会更有自信 因为你看他是看不住的 还有就男生我是觉得你情商 是不是可以有的时候 再那个调整一下 比如说这个女生说 给你做了那个营养餐 是红烧肉 然后就给倒了吧 我觉得你不能那个 找一个善意一点的 哪怕是谎言 或者是你给润色的 让人能够接受一点吗 我觉得你可以这个时候 说很多的解决了的方式 但是就倒了这两个字吧 我是觉得太刺耳了 就算你这个好意 你心领了 你感受到他的爱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像有 刀扎在胸口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是建议这样的一种调整吧 明白了 谢谢 托老师 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男人管得住吗 管不住 对 男人如果管得住 只能说明他内心有你 愿意被你管才管得住 如果他心不在你这儿 你怎么管也是管不住 你无非想做的就是说 让他第一 跟女人少接触 不要给女人示意任何的好感 以免让别人误会 对 第二最好不要有任何接触 连握手都不要有 第三 在女人面前始终保持严肃的状态 对吧 对 你说的不就是我吗 但是我也是到了这个年纪才学会 你看我从来不跟粉丝拥抱 也从不握手 甭管你怎么激我 我也不会 任何情况之下 不要给女人有任何的形式上的 给她感觉到的误会的好感 但是这种所谓的 洁生字号四个字 不是她这个年纪 能够体会得到的 所以她刚才所说的跟客户之间的 接触的度也好 把两个比基尼的女生 从上面接下来也好 我倒不觉得她真的有那种色心 她只是在这个年纪 没有更多的注意你的感受 没有把握好更多的尺度 这需要你教啊 所以你不应该过意地去埋怨她 在生活当中 她慢慢慢慢会懂得如何长齿有度 而对于你来说 一个女人为什么在 恋爱的过程当中那么难被追 追到之后 为什么她不轻易地松手 男人谈个恋爱 最多的付出不过是风华雪月吧 而女人对于一段爱情的付出 她可能要生孩子 她可能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所以女人往往在一段情感生活当中 她特别地在意那些个东西 这也很正常 所以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其实我认为你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一点 你说女人的钱也是钱 我也要挣 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结合你刚才在场上 所有的表现 我认为在整个的人生当中 你把眼睛更多地放在了挣钱 包括你刚才所说的 不挣钱将来怎么结婚呢 这都没问题 但是当一个年轻人 把更多的目光 全部放在了挣钱上面的时候 这个人无疑就变得麻木 和现实了一点 对他就会忽视一些 包括你刚才在场上 说的这句话 如果被你那些女客户听见了 多多少少心里 也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认为男生 更多地去重视一下 女生的感受 而女生真的要给男人面子 你不要对他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有四十岁的要求 那是不对的 他如果真有四十岁的时候 我估计你也不在他的世界范围之内 你们俩好好珍惜吧 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可以在一起 像过日子 这两个人像过日子 挺好 祝福你 一个人不控制自己的情绪 任由情绪宣泄 那是小孩 在公共场所做出这样的举动 不管是对你的男朋友 还是对别人 这叫没有教养 如果你真的认为 他在公共汽车上面 那个眼神里面透露的是那种猥琐的 你不能接受的 那这个男人 你不要跟他谈恋爱好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得学会改变 尊重他 好好在一起 别再打他了 好男人经不得打 最后是会被打跑的 好男人经不得骂 最后不会骂得跟女客户好了 你说呢 好 一起进入 港容吃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 黄金六十年 这人这么久了 我是什么人你也清楚 我不是那种就是 动了动脚的人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对特别单纯的恋人 他们愿意为彼此的爱情付出 但是在情绪的控制和情绪的管理上面 双方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最终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请开门 请开门 挺好 好 我看看 不打 以后还打吗 不打 你跟他承诺啊 你说对不起以后我不打你 对不起以后我不打你了 你信吗 你信吗 他的意思是说 你男朋友的意思是说 你回家里你爱咋打咋打 我都愿意受着是吧 就是别在公开场合打就行了 记住了啊 他就分不清楚这个亲密距离什么 也挺有意思 特别可爱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本节目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保时捷专享套装 在伊贝斯保时捷期间加一元多一套 本篮目礼品由天天喝天天美的 伊贝斯林济石燕窝提供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喂 哇 抱一抱抱一抱 亲一亲啊 然后 亲一下亲一下 哎 哎 亲着啊 哎哎哎 没说呢 继续继续 你以后 继续继续继续 不要停不要停 你以后 他跟你们注意我 注意 我可以为你换一块工作 你不用换工作啊 我我我心眼大点就好了 来